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蓝,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今天早上,蓝旺队传出了一好一坏两大消息 好消息是蓝旺今天完成两笔交易 但是欧文方面,依旧坚持不肯接种新冠疫苗 蓝旺方面已经着手考虑交易欧文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消息的具体情况吧 这两笔交易分别为 第一笔,蓝旺送出法国前锋敦布亚加2024年的次轮迁到火箭队 得到11万美元的现金 而火箭队则大概率会在交易完成后裁掉敦布亚 第二笔,不幸者送出萨姆纳加 2025年的次轮迁来自热火道蓝旺队 这笔交易完成后,蓝旺将会裁掉萨姆纳 后者一伤将会缺席整个2021二尔赛季 这两笔交易是蓝旺队完善阵容的神来之笔 在送走敦布亚和裁掉萨姆纳之后 球队将可以因此节省810万美元 在完成这笔交易之前 蓝旺队的大名单上有16名正式合同球员 在新赛季开始前 他们需要裁掉其中一位 以确保大名单正式名额在15人以内 此前外界预测蓝旺会在本部里和敦布亚之间做出选择 不过因为本部里是一名经验更丰富的侧翼防守球员 是蓝旺队阵容积蓄的拼图 所以,经验欠缺并且暂时没能兑现天赋的敦布亚 最终遭到放弃 而在送走敦布亚和裁掉新交易过来的萨姆纳之后 蓝旺队新赛季的奢侈税将减少680万美元 同时还可以节省129万美元的工资支出 延币交易一共帮助蔡老板省下了810万美元 敦布亚对于目前这支蓝旺队的帮助并不大 球队旨在冲击总冠军 所以年轻球员很难得到机会 而在休赛期引进詹姆斯约翰逊和本部里两名侧翼球员之后 后续交易得到的敦布亚就很难获得机会 敦布亚是19年首轮15号秀 他今年才20岁 虽然过去两个赛季发挥平挺 但是还是有上升潜力的 我觉得如果又想赌一下他潜力的球队还是可以试试的 小伙子母版是西亚卡姆 运动能力和个人身体素质非常出色 唯一欠缺的就是基本功不扎实 当年选秀时他的预测顺位可是前十 在首场机前赛对阵胡人的比赛里 敦布亚代表篮网替补出战了13分钟 三投三中贡献了11分4篮板一助攻一抢断 表现还算不错 不过火箭队目前大名单上也已经超原 所以火箭预计不会将他留在队里 而是选择将他裁掉 可以说火箭参与这次交易 几乎是在给篮网送主攻 尤其是在裁掉敦布亚之后 他们就相当于掏钱从篮网队买了一个次轮签 而目前火箭队的签位已经足够多 而且次轮对他们来说 或许还没有到了必须要去交易的地步 但马克思最终收复火箭管理层接手 不得不佩服他的谈判能力 当然 11万美元买一个次轮签 还是比较划算的 步行者将萨姆纳和一个2025年的次轮签送到了篮网 篮网给了步行者胡安巴伯罗沃莱特的签约权 完成了这笔交易 萨姆纳在休赛期训练时遭遇了跟剑锻炼 据妹妹套路篮网也不会留下他 会选择买断萨姆纳 步行者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省心惊空间 萨姆纳一直是个板凳轮换球员潜力有限 这次被买断恐怕未来重回联盟的希望就不大了 他的三分投射还算不错 上赛季场均7.5分1.8篮板 三分命中率高达39.8% 希望他出色的三分能够帮助萨姆纳在未来重回联盟吧 萨姆纳还剩一年232万的合同 篮网从火箭的交易当中得到了2011万 主要以来 篮网两笔交易让他们省下了1779万 非常不错 在休赛期组建豪阵之后 加上三巨头的大合同 篮网现在身背着具有的奢侈税 在两笔交易没有完成之前 篮网需要缴纳5700万的奢侈税 主要以来 他们只需缴纳不足4000万 可以说减轻了不小的压力 虽然篮网的这两笔操作值得称赞 但是现在的篮网估计还是高兴不起来 因为欧文方面还没有传出注射疫苗的消息 欧文坚决不打疫苗 篮网已做好交易准备 欧文因为没有接种疫苗 已经缺席了今天篮网的全队训练了 根据Y的最新报道 由于欧文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 不肯接种疫苗 篮网对他会接种疫苗的乐观态度正在减弱 正在为他缺席训练和逐场比赛做准备 前是小事 可是一旦欧文缺席一半的常规赛 以及季后赛所有的逐场比赛 这对于篮网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 这也意味着三巨头不能一致合体 目前篮网表面上还是支持欧文 但篮网同时也相信 即使没有三巨头 维尔杜兰特和哈登的阵容 仍然是总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如果欧文开赛以后都不接种疫苗的话 球队最终可能将会对他进行交易 随后沃神写了一篇 关于没接种疫苗的监制球员凯里欧文的不确定性 欧文监制打球已经成为热点 因为欧文没有承诺权制加入球队 拒绝接种疫苗 这让球队对他的考虑越来越多 球队已经倾听 支持 教育了欧文还是没用 篮网认为就算没有欧文 他们依旧是总冠军争夺者 他们的阵容是维尔杜兰特 哈登建造 如果欧文最终没有接种疫苗 不能在巴克莱中心与迈迪逊广场花园打球 篮网不得不考虑欧文的未来 今天那时也表示 球队不会为了欧文把训练地点放到纽约之外的地方 篮网之后的季节赛期间只有一天离开纽约 就是下周二可长达七六人 然后他将有十天无法参加球队训练或者比赛 篮网将在常规赛第二周开始连续六个主场比赛 欧文将离开球队长达十一天 而在十一月和十二月篮网将在连续二十六天里有二十天式主场 所以欧文坚持下去最终的结果 一 交易 二 买断 三 等待合同到期 反正钱也要被扣光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说不定欧文在常规赛开始前又松口了呢 而今天加索宣布退役 胡人送上最大尊重 这位41岁的老将相信陪伴了很多球迷朋友的青春 在今天加索尔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他还谈到了科比 加索尔表示 我特别想提到科比 我很希望他能够在这里 但生活往往就是这样不公平 是他教会了我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者 更好的竞争者以及如何成为一个赢家 听完加索尔退役 胡人也打算给他送上足够的尊重 据洛杉矶时报记者透露 胡人计划退役保罗加索尔的16号球役 而具体时间还未确定 胡人方面指质表示会在某个时间点退役加索尔的球役 这对于加索尔来说是个好消息 大家都清楚胡人退役球役要求有多高 这无疑是对加索尔最大的尊重 第三个就是太阳和爱顿关于顶新续约合同的谈判进度暂缓 据明记无外报道 太阳不愿为球队内线和新爱顿提供新秀顶新续约合同 导致续约谈判陷入僵局 同为18年的新秀 这个休赛期冬谢奇特雷扬 亚历山大和小麦克尔波特都和各自的球队达成提前续约的顶新合同 而作为18年的壮远狼 爱顿自然不愿意接受比其他同年级的球员标准更低的续约合同 本局消息人士透露 球队老板认为爱顿不能与前面提到的这些年轻球星相提定论 爱顿目前有资格获得一份5年1.725亿美元的提前续约合同 该合同最大可达2.07亿美元 那么爱顿到底值不值得顶新呢 进入联盟以后 爱顿在不占据果斗球圈的情况下 延续三个赛季都打出了场均两双的数据 三个赛季在保罗来到太阳以后 爱顿常规赛出场69次 场均可以贡献14.4分10.5篮板1.2盖帽的数据 到了季后赛顿保的表现又更上一层楼 22场季后赛场均可以砍下15.8分11.8篮板1.1盖帽 命中率高达65% 这样的表现在太阳老板看来 爱顿不值得顶新续约 但在我看来 太阳不愿意给 联盟其他球队有的是愿意给的 一旦球队围要爱顿建队的话 场均二持加持对他来说轻轻松松 据薪资专家Bobby Marks报道 在下个休赛期 太阳队只能为爱顿提供一份价值1640万美元的资质报价 这意味着太阳可以在自由市场正式开启之前 为爱顿开出一份资质报价合同 此时爱顿就会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 所以一旦最后谈判破裂 等到爱顿新秀合同结束以后 很有可能离开太阳 这对于球队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最后一个消息 步行者已经正式关于本息报价76人 交易方案如下 步行者送出 勒维尔加TJ 我轮加未来首轮选秀权 得到76人队的西蒙斯 简单来说就是三换一的大交易 而且两支球队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谈判阶段 76人对于步行者的这份报价非常感兴趣 如果真的把西蒙斯送到步行者 换来勒维尔和沃伦两位级战里球员的话 对于76人的实力可以说有很大的补枪 法院计判阅